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节面皮厚薄的手柄 干面粉 干面粉用它来调整下面量的大小 干面粉撒的多少用它来调节 这个部位是调节输送带的松紧 放面部分 把火好的面条放在上面 这是废面输送回来以后自动进机 操控部分 200形饺子机的外观介绍 200形饺子机和1500形饺子机的结构一样 就是在体积上缩小 输送带部分和机体是一块的 它大致上分为调血和调皮两个部分 干面粉的肉 200形的就一个在后边 放面的面斗 调节手轮 圈斗 这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成型 一个是打旋的 打旋部分 有一个开关 到启动位置 调节旋钮 旋角龙转动 竖直越大 转动的速度越快 供旋量越大 相反 竖直越小 速度小 供旋慢 调好旋以后 拧到停止位置 这个是调皮复反 和上面一样 竖直越大 转速快 竖直小 转速慢 在使用过程中 旋和皮的速度 按一定比例来调整 顺时针 顺时针加大 逆时针变小 调整好以后 按到停的部分 旋转速度 旋转速度 拆装 拆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顺序 先卸下来旋角龙 逆时针 先卸下来旋等 拿下上火板 转紫 两个叶片 拿专用勾扳手 逆时针旋转 卸下泵体 泵体下边是下火板 安装的时候注意 分正反面 装泵体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 它前方有个定位的地方 中间带密封圈的 朝下 泵体上面也有定位的部分 出血管朝前 对住下边的定位销 上紧大螺母 顺时针方向 接下来装转子 两个叶片 安装的时候 一个朝上 一个朝下 对应的方向 装好 放在里边的时候 要注意 泵体下面有一个键条 是带动旋转的 装上火板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定位销 要顺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 安装 旋转 装的时候 注意 旋转 下边有密封圈 装旋转 装书馆管 装书馅管 装的时候注意 卷筒的尼绒片 要高于不锈光的卷筒照 装好以后拧紧 装好以后拧紧 切面如尖细的调整 1500形的调整 先看切面如尖细 如果尖细过大的话 可以通过内側 内溜胶扳手来调整 200形的 看尖细大小 它调整的方位 在机器外侧 调整好尖细以后 里边有个锁紧螺母 锁紧 调面 机器的运转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 上面的现象 调整手柄 逆时针旋转 面皮正常 卷成型筒 卷面筒 以后拉一个三角 这样的话更容易进卷面器 切面如尖一定要注意 小心手指 卷好筒以后 停止机器 运转 首先打旋 启动 旋 旋 旋 调整 旋 旋 顺时针夹打逆时针变小 打好一圈以后开面皮 第一道管上以后出来用手帮助进入第二个管 如果第一个管上或者第二个管上有粘连的情况下 可以撒少许干面粉 面皮出来以后速度调慢 现在是没开馅的状态 手工扶住卷筒 卷好的成型桶进入成型摩衣的后 让它生产两三个没有旋的饺子以后 可以打开旋部分 饺子就包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 机器速度要放慢 看它在包的过程中 旋的量大小是否均匀 是否适中 如果太大的话 会把血儿筒 血儿筒的部分 有破裂的现化 成裂的现象 如果小的话 面皮上 能看出来褶皱 新机器操作的时候 注意 一开始 首先要慢 包出来饺子以后 看饺子是否有破损 血儿的大小 是否适中 如果饺子正常了以后 可以逐步加快 面皮成型部分 和血儿的部分 加快的时候 一定要按比例 面皮加快多少 血儿加快多少 药物零莹形也一样 这个是自动回皮部分 等熟练了以后 可以把机器速度加快 这样的话 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 日常的保养与维护 首先调整 饺子成型模具 试机器的时候 首先压片 看它中间的缝隙 是不是在和反面的两个中间 它是通过中间三个调整螺丝 调整齿轮的齿数和模具 相对应的部分 来调整 第二个 清理干面 就是在使用当中 一定要注意 面管上 轴承部分的清洁 如果有干面的话 要及时清理 干面粉 等到下面有两个轴承 也要注意日常的维护 与保养 注意不要有干面粉进入 炼如炼条上的润滑部分 用一段时间以后 半月一个月 要注意加油 看齿轮的磨损大小